吉克俊逸 一个1988年出生的艺人 凭借歌唱类的选秀节目 而正式进入娱乐圈发展 他虽然是一名歌手 但也将自己的事业慢慢延伸到了演艺行业 至今揭拍了多部影视剧作品 马苏 一个1981年出生的演员 在还是一名代艺学生的时候 就凭借演员的身份 正式踏入娱乐圈发展 这部戏就是大坦哥匪 而且他在里面扮演的还是戏份 很重要的女艺号举盒子 吉克俊逸和马苏两人 无论是在气质 还是在外形上都有很大的差距 且穿搭风格也很不一样 在穿搭上也都各有风格 那么当这两人撞上 究竟谁赢了呢 吉克俊逸这套穿搭 很容易就能抓住人的眼球 上衣的穿搭很大胆 像是只穿了一个黑色的蝴蝶结 不过他下半身搭配的红裙 也很合适 尽显女人味 马苏也穿了一件 几乎一模一样的黑色蝴蝶结衫 不过马苏还内穿了一件白色T恤 但黑色的布料 反而看着显雷坠 当吉克俊逸撞上马苏 你觉得谁好看 风格差异很大的两人撞衫 但吉克俊逸凭得漂亮 他的身材修长苗条 虽然皮肤黑 但这正是他独特的魅力 还敢这么秀出来 美艳又妩媚 有对比 才知道谁更好看 终于健身了中国第一黑美人 吉克俊逸真厉害 马苏下半身搭配的是黑色裙子 让整个造型更偏简单利落风 但没什么太大的亮点 吉克俊逸这次穿的是一套裸色衣裙 上衣还加入透视效果 就这样露出里面 铜色系的背心也太性感了 裙子还这么短 他真是敢穿 和吉克俊逸相比 马苏倒是穿的比较中规中矩 他这次选择的也是一款薄纱裙 裙子未长款版型 裙身浅浅的花纹 能增淺典雅的气息 整个造型的风格也比较鲜 这次选择的风格也比较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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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